法网恢恢恢而不漏 更感谢法官的英明 能够让围冠大楼发生在四年多前 2016年发生了围冠大楼的这个案子 能够在四年后成冤得以遭选 然后被害人他的这个损失 以及这个无良件伤所做中的因 到最后得到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出发 那这次总共求偿成功的金额到达七亿元 那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这个天然这个灾害后 这个集体求偿集体诉讼 我们这是成功的第一件 八仙城报虽然发生在围冠大楼之前 不过因为法官到法院到现在还没有审理完 所以说求偿的部分还没有这个有具体的结果 而台南2016年的围冠大楼的这个部分 已经成功开启集体诉讼 而且获得法院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先例 第二个 当然非常感谢时任台南市长 赖清德市长 我们现在的赖副总统当选人 他能够毅然决然的排除万难 直接提出集体诉讼 而且在整个法律诉讼期间 能够提供被害人最好的法律服务 让被害人不必一个一个一件一件的求偿 也让法院不需要一件一件的受理 造成很大的沉重的诉讼负担 所以这点是非常感谢我们赖前市长 跟李前市长的权利支持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让台南市这个围冠大楼的住户 他们的损失 以及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心理的痛 能够得到初步的抚慰 虽然这个七亿元金额是看起来蛮高的 但对于被害者 他的心理的受损 他们的时间 这个实质的受损 其实还不足以弥补的 那我们只能说 谢谢法院 我们台南市政府永远支持 我们善良的市民 以及我们这个无良建商 这个下面的这个受害者 我们还会持续力挺到底 那如果他们拿不出来 是不是要再杀 这个当初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有去做这个保全 这个财产的动作 该扣押我们也申请法院扣押 那当然有人会说 如果建商跑掉 或拿不住这个钱 其实建商第一个在司法上 已经被判有罪 在刑法刑事上 已经被判有罪 在民事的求偿的部分 他的财产已经得到 有一部分扣押了 我们还是会努力去求 你这个地步 如果连官司连赢都没有赢 你根本不用谈到 所有求偿能够找到他的财产 官司赢了 你才有机会去炒他的财产 扣押他其他的财产 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总之 我们也不希望说 这个灾民只拿到一纸 这个空的债权平证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这个 请法院 还有我们行政部门 我们会穷尽所有的洪荒之力 该扣押的 能找到的财产 能够努力把它找出来 那如果说 厂商隐匿 建商隐匿财产 或做其他的处理的话 我觉得该管收了 就应该管收 我们觉得其实 前几天的例子 有欠税的人被管收 那现在欠 这个生命 生命的钱的 这个 等于说买命钱的 这个建商 我觉得其实该管收 就要管收 他现在是判五倍嘛 那故意的话 如果遇到 他现在是用救法来判刑 因为他房子盖的时候 是在救法的时代 那故意的话 好像可以达到三倍嘛 故意是五倍 现在是五倍 救法是三倍嘛 所以这个部分 我刚才讲的 偷工减料有不小心的吗 这个 故意的 你们主张是故意的 我们最主要的论点就是 偷工减料有不小心的吗 这个国民法律感情很难 很难接受啊 这个 他这个偷工减料 他牵涉到成本的问题嘛 那我们可以从他 偷工减料的那个 那个钢筋 省了钢筋的费用 还有水泥的费用 那个可能要 可能会节省好几百万 甚至 所以你们主张 所以你们主张是故意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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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三倍啊 因为那判决书 有关键他为什么这样子判 他会在判决书里面来做一个交代 那当我们必须要收到判决书之后 我们去审卓里面 到底还有没有 能够为我们的灾民 争取更大的一个 一个存在赔偿的空间 那我想 这个部分我们会 除了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也会去尽量去 征求灾民的意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